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包工来 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 而后果真惦记开工了 然后学生们得适应在这里住 而为了这一个失策 一代代的子弟就得付出学费 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意的人 如果能自己来惦记动工 事情就会好得多 学生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 他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须的任何劳动 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意的空闲 而能使这种空闲 便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 他们却全没有学到 可是有人说 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 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 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 我主张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 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 或仅仅以生活做研究 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 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 除非青年人应该进行生活的实践 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 我想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 训练他们的心智 举例以明知 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 懂得一些科学文化 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 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 那里什么都教 什么都练习 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 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 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 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 研究了化学 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 或者什么工艺 也不学如何挣来这一切的 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 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 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 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 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 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 自己熔炼它们 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 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 另一个孩子 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 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 试想过一个月之后 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 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呢 真叫我吃惊 我离开大学的时候 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 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个转身 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只被引导学习政治经济学 而生活的经济学 那是哲学的同一语 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 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 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 李家图和萨伊 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 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 对他们很容易发生幻想 却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 魔鬼老早就投了资 后来又不断地增加股份 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 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 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 他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 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 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 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 我们急急忙忙要从缅因州 住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德克萨斯州 可是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 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 正像一个人 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 她被介绍给她了 助听的听筒也放在她手里了 她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 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 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 我们几几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 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 很快地到达新世界 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鼓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 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 总之一句话 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 绝不会携带最重要的信息 她不是一个福音教徒 她跑来跑去 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 我怀疑飞铜有没有载过一粒骨子到末房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